请这队夫妻 有请 男嘉宾小李 32岁来自四川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小李 女嘉宾小陈 27岁 同样来自四川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小陈 有请 欢迎两位 老婆 对 结婚几年 五年了 五年了 有娃了 有了 娃多大 两岁多 谁带娃 现在是自我父母在带 这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 这五年里我觉得真的很累 然后我们的矛盾 越来越深 所以我希望 我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 以前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挺正常的呀 你觉得挺正常 这也许是你觉得不正常 来 说说 我和她认识的时候 我们是驾校认识的 她性格比较活泼 比较开朗 然后也比较招人喜欢 然后我就主动追求了她 然后她觉得我为人比较坦诚 比较老实 也是那种结婚的对象 后来她也答应了我的追求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也顺理神章地 我们结婚了 多好啊 但是有一点就是 她的性格是很开朗 很活泼的 也招人喜欢 当然不仅仅是我喜欢 肯定其他的一心 也会非常的喜欢 她公司的朋友 还有她自己的朋友 她就特别爱玩 所以呢 他们就经常出去玩 经常很晚才回家 然后我一个 我一个男人在家里面 好像就是成了我 独手工夫空房呢 对吧 明白 所以我非常接受不了 这种情况 我因为是做旅游的嘛 然后我觉得出去玩 是正常的 我结婚的时候才22岁嘛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耍朋友的 都不是特别多 我觉得我那么早 就是结婚了 然后我觉得我 我应该像一个小孩子 你比我大五岁 我觉得你就应该照顾我 我偶尔出去玩一下 这也没什么呀 你应该将就我一下 我已经很照顾你了 因为我比她大五岁的情况 是吧 她基本上做饭很频繁 她也太频繁了 一个星期差不多 要去四五次 是吗 都是晚上十一二点才会来 那她每次晚回来 你都把她锁在门外吗 她向我保证过 保证过她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对 然后有一次晚了一分钟 也是锁在外面 你们俩约定 你几点钟回家 十二点当时 然后当时超过了一两分钟 也是锁在外面 那你这个就 反正就 说先生也允许出去玩 十二点一定要回家是吧 对 有的时候堵车 这不也会耽误时间吗 行 那你就真锁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经常出来出去玩 真的好吗 也就还好啊 一个星期四五次 一个星期再几天 我接着问接着问 这个锁完之后给开门吗 最后还是开门 有一次我哭嘛 然后她还是就心软了 就放我进去 那还不如不锁 我想这都是没孩子之前吧 有孩子不会这样了吗 那个时候没有孩子 那你看 没有孩子 有孩子就好了吧 然后她后来还是那样 还是每天出去玩 很久才回来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嘛 聊天的时候 就聊点这个话题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她说你看 你的年龄也不小了 你看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还没有孩子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要一个孩子了 我当时想 的确也应该要孩子了 因为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你是想的确应该要孩子 还是说 弄个孩子把他拴住 当然也是 当然也是这个样的 然后我想用个孩子 把他拴住 让他收心一点 不要老是这样出去 这样也不好 对吧 然后我说 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个孩子了 然后她直接就拒绝我了 我当时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年龄小嘛 我就怕照顾不了小孩 那些什么 怎么照顾小孩的那些事情 我都不特别懂 因为我家务也不会做 你还让我照顾小孩 对 然后后来嘛 然后她说 她父母生意上的事情 也就比较淡一点的嘛 就说让我先把小孩生了 然后后面她的父母帮着带 然后我听到这个呢 就说早生晚生 可能也是要生嘛 然后就还是就把小孩要四年 我们就生了小孩了 我这么推过来 可能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 早结晚结都得结 结了婚我还可以玩 所以我先结了再说 是吧 关键是生了小孩之后 她父母的那个生意上的事情 又确实又忙起来了 忙起来基本上 她因为她上班也忙嘛 在老家 然后就基本上都是 我一个人在带小孩 然后我也收敛了很多 我基本上朋友那些都没有了 都是没有出去玩了 就挺好的了吧就 对啊 我工作也非常的忙 然后我每天晚上也很晚才回家 对 她一个人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说实话 但是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我觉得我为她做出的已经够多了 我以前挺瘦的 你看现在都长成这样子了 也没什么 也是生了小孩以后就变样了嘛 挺好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人 白天的时候也是没事 晚上的时候 然后就她回来之后 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小孩嘛 然后当时我也是有一个朋友 就说有一个投资 就让我上成都 我说不行 我小孩这么小 还在哺乳期 然后我就说 那这样子吧 那要不然我从家里面拿一些我们的积蓄 然后我就投资 做股东 年底万一有分成的话 就分一些红就可以了 然后当时我就给她商量这个事情 当时的话 她是不是特别同意的 对 当时我的确是没有同意 因为她的朋友 我也不是很熟悉 我也不知道靠谱靠谱 结果呢 结果我们的那个积蓄 基本上就全部被她亏光了 当时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俩都是工薪家庭嘛 然后就觉得亏了的话 也是心里面挺内疚的 然后就是说 我就想上成都嘛 就是出去拼一下 毕竟年轻人嘛 在老家窝着也不好 然后后来我就和她就商量着 就上成都嘛 家里面她父母的事情 也稍微闲下来了一点 然后就小孩就让她在家里面嘛 然后我们俩就上成都 当时她也同意了 但是上了成都之后 我也有抱怨呢 我觉得她就变了 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变了什么 你以前都要洗碗做饭的 现在都要让我做一些 我每天晚上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吗 我每天晚上有的时候 三四点钟才回来 出来可能你都不相信 我在那个工作 我在工作是 夏天是最忙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 早上六点钟就出门 晚上有可能养三点钟 然后从小的时候都有 不是 你是什么工作呀 我是做空调的 安装空调是吗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受不了 真的是承受不了 我本来就不是特别会做家务 然后上去之后 她什么都要我做 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 受不了了 对 而且她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她晚上爱看恐怖片 我来到成都以后 我的压力非常的大 每天都失眠 失眠过后我也没事干 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电脑 我就看一下大片 然后结果有一天 我就看了一部恐怖片 然后我看着看着 我就睡着了 累了 我心想 难道那个恐怖片 还有催眠的作用吗 后来我就养成了习惯 就是每天晚上我睡觉 都看着木片 我要开着电脑 然后把灯开着 看着睡 电脑一个晚上我都不关 就这样 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它这样子严重就是影响了我的睡眠 没错 对 真的是严重影响我的情绪 那段时间可能吵架的频率是非常多的 明白了 对 好 你现在对她的冲突在哪 她还是觉得我就是上成都 我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新的调度 她就觉得我 是这样的 我在成都 我找到我的工作 然后她的工作就是那种行政的工作 然后他们公司的岗位 然后又有个调动 调动以后 他们工作就比较闲了 闲了以后 我就认为 其实那段时间 我们的工作都已经 生活都相对要正常一点了 她就不会每天都出去 对吧 每天就回家 然后做做饭啊 搞搞卫生啊 这些 我都觉得这样 我很幸福 真的我就很幸福了 但是后来 她可能跟公司的客户嘛 有的客户就比较喜欢打牌啊 打麻将是吧 对 登地主啊之类的 这些东西 她又上瘾了 天天又出去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她现在已经天天出去打麻将 对 这不打麻将 斗地主 四川人都喜欢吗 这不很正常吗 喜欢是一方面哈 她喜欢到什么程度 她下班 然后饭也不吃 直接和朋友约上 就去打牌 打牌 中途的时候 她有一次 她就说 老公 我们也有吃饭 我饿了 你给我带点吃的来吧 我还亲自去 去把饭给做好 然后我还跟她送过去 送过去 她吃饭的时候 她还叫我坐下来 你帮我打 打一会儿 这不影响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三缺一 你影响别人的节奏嘛 肯定要坐下去打呀 你打牌 首先一个 你不吃饭 对身体影响很大 然后你 有什么影响啊 你看我长成这样 没有影响啊 你回家比较晚 你休息不好 然后第二天的工作 也会有相对的影响 对吧 特别是还有一次 咋了 说的难受的 说吗 说吗 所以我的父母 在老家带我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偶尔来乘多 带着我们的孩子 来看一下我们 其实也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也想孩子了 那次就是她父母给我打电话 我就跟她说 我说今天我的父母 还有孩子要过来 你早一点下班回来 她说 可以 她说她也答应了我 后来到了吃饭的时候 时间她还没有回来 我就跟她打电话 打电话 她也不接 后来 我就打电话给她同事 她同事说 她下午老早就走了 当时我就浪问了 我说她去哪里了 反正去打牌去了 我就猜想去打牌去了 然后我就跑到 他们经常去打牌的地方 去找她 结果她就在那里坐着了 我都说了 当时我是陪客户嘛 然后吃完饭 客户直接说 她说你会不会打牌啊 你四川人 我说我会啊 她说那就打一会儿吧 我说我待会儿小孩要来 我要回家 然后她说我今天好不容易抽个时间出来 你就打一会儿嘛 我说那行吧 那就最多打一个多小时 我刚坐下打几盘她就来了 听明白了 她如果长此这样下去 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的累 评价你们这几年的生活 你们能给一个词吗 或者给打个分吧 有十分是满分 你打几分 我觉得如果她让我出去玩的话 我就打八九分吧 你呢 刚好及格吧 还及格啊 哎呀 她的宽容度够大 我就希望她能够回到我们以前重现的日子 过平平凡凡凡凡凡的日子 我不希望我们要过得多好多好 只要我们能够平凡 说白了就是 你希望她像很多女性那样 下了班就回家 在外面应酬也能够早点回来 是不是 而不是让她一点都不应酬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你要多关心她 这闹关怀来了 应该怎么办呢 这对夫妻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白老师 这个男孩子 他真的是 忍着泪水在一直在 我看她好像有几次都是 委屈地要哭出来 可不是要哭吗 听得都快心疼的 如果说 女孩子的八分是真实的 那男孩子的六分 其实是 更多的隐忍在里面 你们刚才谈到了看恐怖片 很多人其实问过我这问题 为什么恐怖片让人那么恐惧 但是有人还那么爱看恐怖片 人为什么爱看恐怖片 为什么喜欢吓唬自己 其实看恐怖片是把我们 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我们说不出来的恐惧和焦虑 通过一个现实的载体 让这种恐惧感能够抒发出来 它是一个真正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达到了一定程度 然后他会要找一个出口 找哪呢 好吧 看看恐怖片 有一个东西吓唬我一下 让我真害怕一下 让我真恐惧一下 反而我内在的那个压抑着的东西就消失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让我感觉其实小伙子内心已经承载了太多 他不 你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挺幸运的 能够在她的人生当中 跟你走了这一段路程 但是我觉得她并不懂得这个叫幸运 她觉得这个可能叫理所应当 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台上 有男孩子说 我一个星期在外边玩五天 就回家两天 我们会非常的觉得 她是一个不负责任 没有家庭观念的 那我不知道作为女孩子 我这样说 我真的不能理解 你怎么能够那么理直气壮地说 只要她同意让我出去玩 我就能够很高兴 就我感觉这个女孩 你内心当中其实除了爱自己之外 你没有爱 没有爱你老公 不心疼他 有的时候人的福气要懂得去识别 要惜福 如果不惜福 那你 我觉得再好的人生搁在你手上 那都是废铁一块 人要有爱自己的心 固然是非常正确的 但同时 也不能只爱自己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来 齐总 你们俩一上台啊 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 长得挺像的 但是这女孩啊 始终感觉就没长大 你把她到底当成是老公呢 还是当成老爸 都有吧 我觉得她比我大就应该照顾我 这就是你看中她的点 首先外在帅 并且老实 踏实能给你安全感 你每周出去玩四五次 回来都没事 包括有了小孩之后 还玩 对不对 但是她都能够忍让 这就是为什么说 结论说 要打分的话 只要让我去玩 就能打八九分 你不是在过日子 你还没有让自己长大 你还活在 爸爸对你的关怀之下 你还在想象 这就是你的父亲 他可以纵容你 毫无条件地包容你 但是错了 你知道你现在有两个角色 都做得非常不到位 刚才观察到一个细节 男生说到两件事的时候 几乎哽咽 第一次是说 自己很辛苦 对不对 早晨六点钟出门 晚上可能三四点钟回来 你作为妻子 没有体会到丈夫的这份辛苦 他觉得心寒 第二次哽咽 就是父母带着小孩来看 你居然还去陪客户去玩 暂且不说 是不是应付客户的权宜之计 但是你坐在那里 对他就是最大的伤害 你没有做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 你现在年岁不小 但是你的心理年龄 其实还很小 还停留在你们恋爱 还停留在你单身的那种状态下 玩让你玩 就是幸福的婚姻吗 请问 你有没有进到婚姻当中的角色 一个合格的妻子 一个合格的母亲 没有 这个男人真是 我觉得压力太大 你不知道对他的体贴 他失眠你知道吗 他因为什么失眠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让你去玩你知道吗 所以让自己迅速的成长起来吧 好不好 你已经成为了两种角色的人 你必须担当好 否则你们之间就面临着分手的 这么残酷的现实 而你们俩这么有爱的对方 这么默契 有这么好的日子 不去过我觉得你这是 以前叫玩物丧志嘛 你要是因为贪玩 你会毁掉你的家庭 而男生呢 你这样还小 其实你爱他的也是那份他的单纯 活活嘛 有很多的朋友 他没有那么多的心眼 他很单纯 他对你是不会变心的 只不过 他不知道 不懂怎么去爱你 他没有成熟起来 所以呢 你要有一定的包容心 同时要让他迅速的成长起来 而迅速成长 我能想到的理由 方式之一 就是把孩子接到你们的身边 这是必须要做的 把孩子接到你身边 是对孩子最大的 同时能够把你们这家庭的 这种氛围和状态改变 你们之间共同语言一定不同 孩子进来了 逼着他长大 他就是已经是一个人的母亲了 他已经是孩子的母亲 他就是 他已经是你的妻子 所以说让他迅速的成为这个角色感 不要再放纵他 不让他出去玩 要时刻告诉他 你是丈夫的妻子 你是孩子的母亲 让他成长起来 只能是这样 同时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要包容 明白吗 因为女孩不错 好吗 挺好的日子 好好过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你们俩站在台上 妻子像个住店的客人 丈夫像酒店前台 妻子你有没有想过 每次你想着打麻将 外面三缺一的时候 其实家里 丈夫和孩子正二缺一呢 妻子给丈夫打了八分 丈夫给妻子打了六分 多出来的这两分 在丈夫心里成为极大的遗憾 但是在你那儿 却没有成为你的愧疚 你对这两分有愧疚吗 你一点都没有 你说一个女人 哪有天天坐在牌桌上 一个星期只回家两三天的 但是我想说男生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就是你纵容出来的 他在那儿打麻将 你还给他送饭 所以能不能作为一个男人 对妻子可以温柔 但在原则问题上 可不可以硬一点 我不是说一定男人 一定要很刚强 但是在原则问题上 如果你步步退缩 这个女人就会得寸矜持 其实你今天给他 打的这六分 你都勉强了 其他根本不及格 你老公很爱你 今天给你打六分 其实是不想让你在众人面前难堪 我们不去说夫妻之间应该谁做家务 谁不应该做家务 彼此取长不短 谁有时间谁做 最关键是 谁把这颗心放在了这个家 女人多长点心 男人在原则问题上 请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否则的话 继续这么退让 这个家一定是没了 两位老师的建议很重要 把孩子接过来 让他履行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就这个 谢谢老师 因为你特别需要认真对待这件事 就人家那时候耍是耍 你看到很多人 他耍是耍 家里的孩子什么照顾的可特别好 没有人像你这样光婚耍 不顾家的 这给你敲警钟啊 以后他不回来 你也不回来 治他两回就好了 怕吗 以后要耍两个人一起出去耍 孩子接下来 该有一些业余时间要耍一起耍 不管容不容的进去 夫妻俩需要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子 女生啊 一定要欺负 我觉得白老师这话说的特别多 一定要欺负 就找一个这么好的男人 确实不容易 明白吗 别不珍惜啊 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后 别胡来了 听见没有 好 真记住了 记住了 好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我对你的要求 听完之后有很多人都羡慕死了 说有这么一个老公这么疼 我爱我多好 来请关门 所以人有的时候不太珍惜 所获得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没有什么悬念 我们期待的是说 在现实生活当中 妻子是不是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 真的懂得珍惜疼爱 丈夫和她自己的家 好了 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会改的 亮灯吧 会改不 会改 老师的建议我都听进去了 跟老公说错了 认真的说 道个歉 老公我错了 改了就是好孩子 走吧走吧走吧 我就开始了 来 改了就是好孩子 谁叫他当爹呢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把孩子捡回家 把孩子捡回家啊 天窗 我幻影响 稿